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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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 我先回答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同學問題是這樣子的 他說這整個算不算一個p 算啊 這整個是一個很複雜的語句 它的語句形式是這樣的 這整句話是一個很複雜的語句 這句話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p的話 if and only if q而且r 而且t 對不對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p 若且為r q而且r而且t 三句話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你的觀察是對的喔 這整個是一個p 對 其實就要說我知道 對吧 所以我知道這個 然後 那你的問題是說 可是他怎麼知道這是 is true 對啊 他怎麼知道這個是真的呢 對不對 他怎麼用這個去證明 對 其實他怎麼證明這個是對的呢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要 要說 要斷言 這個是對的 我剛剛講那麼多就說這個 上個禮拜 最後一堂課到我們現在第一堂課 就是試圖要用各種的方式 來說 我們來看看吧 如果s到p 他必須要滿足哪些必要條件 我先打斷一下啊 對於必要條件 充分條件這兩個概念 有沒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說話 會常用這兩個概念 有問題的話 請 提出來 我再說明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繼續用這兩個字了 因為待會就用到這兩個字 所以先把這兩個字解釋一下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充分條件 必要條件 什麼充分條件 那你可以去走問 充分條件就是有他一定行 沒他一定不行 可能行可能不行 必要條件呢 就是沒有他一定不行 有他還不一定行 充要條件呢 就是有他就行 沒有他就不行 所以這個是 是那個 這個是充要條件 充分必要條件 其實這三個 你剛剛問一個問題是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是對的 整個這個是對的 對吧 是的 這個問題比較有趣 就是說 他問我們怎麼認為一種哲學 其實是對的 對吧 哲學是最後述註於什麼呢 就是述註於我們現在 已經有的那些 common sense 就我們已經 這個定義是假定 我們已經有知識了 已經假定 我們模模糊糊 驗定某些東西是知識了 然後我們試圖 用一個定義去抓住它 它不是 我規定你這個叫知識 否這個就叫知識 不否這個就不叫知識 它的工作不是這樣的 如果我增添這兩節課 所講的 讓你有這個印象 請把這個印象抹掉 也就是說 哲學家 不是 先告訴你 告訴你喔 哲學說 S字到P 是這樣的這樣的 然後不符合這個 就不算是知識了 它其實不是這樣 它有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說 它先蓋住 下面一二三先蓋住 它說我要想 S字到P 需要滿足什麼條件 我們來想想看 在三個禮拜 我們就在做這個工作 就是同學 好像不同的同學 他分別提出一些理由 有人說 這個是真的 第一個發現是這個 第二個發現是這個 第三個發現是這個 是有道理的 那我覺得 欸很好啊 你看 就是一方面你們要被愛 二方面你們也要 嘆服 就是說 也高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們說過的 柏拉圖 早就兩千天說過了 所以你們是了不起的 可是你可以說 其實我跟柏拉圖一樣有智慧 對不對 因為你給出答案跟柏拉圖是一樣的 所以初步來看 好像一個知識要成立 就要滿足這三個條件 可是 當我寫if and only if 的時候呢 我們說的更強 意思就是說 只要滿足這三個條件 就有知識了 也就是說 這三個條件 除了分別來看 是必要的條件之外呢 合起來 它就是充分條件了 這樣清不清楚 意思就是說 凡是滿足這三個條件者 s都知道p了 凡是s知道p的狀況之下 一定滿足這三個條件 它是雙向的 這樣清楚這個定義的意思嗎 這個分析的意思嗎 這樣清楚清楚 所以下面就有文章可以做 一個文章可以做 就是說 可不可能有一個是假的 不成立 但是我們也沒有知識 可不可以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這三個都對 可是還是沒有知識 可不可以 所以這三個 這兩個方式都是你對於 這樣一個定義的一個下手方式 就是說 這個定義到底恰不恰當 那我們 我們以後會介紹一個很有名的問題 就是說 這三個加起來並不充分 就是說滿足這三個條件 還不見得有知識呢 所以待會我們這堂課 如果時間夠我們會講這個 但是在講那個之前 我們先跨過來說一點點其他東西 就是說 比如說 當我們說P是真的的時候 這個真是什麼意思 當我不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一問的時候就不太清楚了 什麼叫P是真的 我說台北下雨 這句話是真的 是什麼意思呢 在哲學上 關於這樣一個真的說法 是很多各種各樣的說法 可以開個課 就叫真理理論的課 但是我們先取一個 我們先介紹 有一些說法是這樣的 一個說法是這樣 一個語句 或者一個命題是真的 它意味什麼呢 意味著說 你所說的 或者這個語句 或這個命題 它是跟那個事實 相符合的 相符合的 就跟事實有對應的 我說台北下雨 我說台北下雨 這句話 就跟台北下雨這個事實 有對應的關係 有對應到 這個事實 那就是真 真就是跟真 就是跟事實相對應 這個叫真 這是一個說法 那這個說法 用了一個很奇怪的字 就是叫對應 什麼叫對應 什麼這個語句跟事實對應 不是那麼清楚 為什麼不那麼清楚 你想想看 譬如我說 台北下雨 這句話是真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台北下雨這個事實 台北下雨這句話 跟台北下雨這個事實 相對應 對吧 所以這個說法 就是 你所認為真的東西 它跟事實相符合了 correspondence 它有一個符合的關係 那有這個符合關係成立了 它就是真的 沒有這個符合關係成立 它就不成立 它就是假的了 那這個說法很奇怪啊 因為這個說法用到兩個概念 這種想問題的方式 是結學家比較擅長 就是說 當你說什麼的真理呢 你說真理就是 或者是說 什麼叫做一個語句 或這個命題是真的呢 就是這個命題或這個語句 跟那個事實相符合 那結學家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這個東西 這個概念就不是最根本的了 比較根本的概念是事實跟符合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有事實跟那個 你的命題或者你的語句相符合 那correspondence 能相應的 才叫做 才叫做真理嘛 所以真理的概念要掌握住 就先掌握住 什麼叫符合 什麼叫做事實啊 對吧 可是你心想下去 這個定義有告訴你什麼新東西嗎 因為你想想看 什麼叫事實 什麼叫台北下語其事實 台北下語其事實 就是台北下語其事實 這就是真的意思嘛 所以這個定義沒有給你說什麼東西啊 聽起來好像有給你什麼解釋 其實沒有啊 你去追究那個事實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發現事實概念 如果沒有真的概念 你不知道有什麼事實 對吧 所以這個符合的說法 當代結學家 有些人是不喜歡的 就不喜歡 那另外一種說法 什麼叫做一個語句 或者一個命題是真的呢 就是說 它跟我們現在所相信的東西呢 能夠融貫在一起 就是能夠沒有矛盾 互相可以解釋 比如說我現在發現一個新的現象 我發現一個新的現象 那個現象叫Q好了 Q那個現象呢 跟我現在有的信念呢 沒有什麼衝突 而且呢 還可以增加我對信念的可信度等等等等 也就是說這個Q呢 跟我現在所相信的東西呢 是相互融貫的 沒有矛盾 不僅僅沒有矛盾 而且還可以相互支持的 如果有這種融貫的關係 有這種相互支持的關係 我們就說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真的了 它就是真的了 比如說我現在發現一個新的物種 這個物種跟我現在關於世界所有的物理的東西呢 甚至物理或生物學知識 都很一致的 而且呢 加進來之後呢 恰恰可以填補某一個空隙 機器裡面的某一個空隙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說那個東西是真的 那這個說法呢 就是把知識當作一種 跟某一些信念 或者某一些語言命題系統 相攸貫的那些東西都是真的 那這個講法當然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什麼叫做一個命題 或者一個語句 跟一個系統相攸貫 這個攸貫的概念 並沒有說得很清楚 那有一種想法 說 你說P是真的 是什麼意思呢 P真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P呢 可以被減證的 如果一個東西不能夠被減證 那就不能說它是 就是說它是真的了 就是它可以被減證 可以被證明出來的 不一定你已經證明出來了 但是你可以被你證明的 那就叫真的 有些數學家 喜歡這個真理的觀念 或者這樣講 有些有哲學意趣的數學家 他喜歡這個真理概念 說數學命題 說一個數學命題是真的 就是它已經被證明了 就沒有被證明的數學命題 怎麼算是真的呢 那有些結學家就是說 一個命題不管真假也好 跟我們有沒有證明沒有關係嘛 它如果是真的 就是真是假就是假 跟能不能夠被證明是沒有關係的 後面這種說法 就是說一個真理呢 一定要能夠可以被證明的 才可以 算作是一個有真假可言的一個命題 可以被證明才算 不過這個說法呢 就是關於真理的說法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後面這種說法是說 真理可以被我們證明的 或者是已經被證明的 這種說法的話呢 有時會受到一些挑戰 挑戰就是說 很可能你要放棄排中率了 因為排中率是說 若批 要麼批對要麼非批對嘛 對吧 就是說要麼批是真的 要麼非批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所謂真的意思 都是證明的嘛 要麼批是證明的 要麼非批是被證明的 沒有啊 很多很多數學猜測 它那個猜測沒有被證明為對 也沒有被證明為錯啊 那你說那個東西是沒有真假嗎 不會嘛 你總是認為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是費慢 費馬最後定理對不對 費馬最後定理就是 就是最後被證明了啊 那現在還有個例子就是 Goback Conjecture嘛 Goback Goback猜測 就是大於2的偶數都是兩個直數的和嘛 就有一個所有的大於2的偶數 2 4 6 8 10都是兩個直數的和 比如說4是1加3 比如6 6是3加3等等等等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直數 就是的和 等於是Goback Conjecture 現在還沒有被 既沒有被證明它是真的 也沒有證明它是假的 沒有 但你不能說這個猜測一定是 就沒有真假 不是 是那個沒有真 那個真假沒有被我們發現而已 但它還是有真假 以上帝這眼來看 它還是有真假的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關於真的這些說法 那在我們這個課裡面 我們先不談什麼叫真 我們就把真 就嘗試了解就好 比如說什麼叫做 台北下雨 這句話是真的 就台北下雨 這句話是真的 你不會講什麼輔應不輔應 你不要這樣講 不會講什麼事實不事實 假設你不這樣講 所以P是真的 就是P 1大於2是真的 就是1大於2 但1大於2不是真的嘛 所以1不大於2 所以真的意思 都照我們詳細了解就可以 其實嘉賓神不願意說 哎呀 真正事實是這樣嗎 因為他認為你這樣講 並沒有解釋到什麼東西 因為事實的東西 是真的意思嗎 你去分析事實那個概念 除非你給事實這個概念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說明 那他們就會說 那你有一個形而上學的說明 說明這個事實 那這個做法 就會引起很多爭論 因為你的形而上學觀點 人家不能同意 所以在這個課裡面 我們先不質疑這個概念 就我打 假設大家對這個 真正概念都了解了 就你了解什麼叫台北下雨 是真的 或者陳文春是清大校長 是真的 或者是假的 你了解 陳文春是清大校長 是真的 這句話你了解了 不過這句話是錯的 現在是陳立俊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關於真的一個說法 那believe這個說法呢 比較 比較 上個禮拜有人提過這個例子 我先稍微說一下 就是說 有些例子是這樣 就是說 你可不可能我相信 我知道一個東西我不相信 可不可以 這個地方是有些爭議的 這個爭議我們只是暫時 把它當作議題來說 就是說 因為 有人因為舉出這種例子 比如假設這種例子 有一個人 她的太太有外遇 所有證據把她在面前 她太太是有外遇的 她也知道她太有外遇 她太有外遇 但是呢 她不相信 她太有外遇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這樣你覺得 她不願意相信 但是呢 她到底相不相信呢 我們現在是說 她可不可能不是不願意相信 她真的不相信她太太有外遇 可不可能這樣 你覺得有可能對不對 因為這樣相信比較好過一點嘛 你有沒有痛苦嘛 對吧 欸真的有可能喔 有可能 所以 所以有人就說了 所以你說知道 所以S知道她太太有外遇 跟她S現在不一定喔 她知道不一定 蘊涵相信喔 所以剛剛那種例子 就會讓人懷疑 到底第二個條件 對不對 清楚嗎 請說 可是她知道的話 她是不是一定要證明她 老婆有外遇 她有理由 她有理由相信 可是她要證明她老婆有外遇啊 對 欸這個喔 這個對 她要證明她老婆有外遇 對 這個呢 這個現在到第三個條件 你那個問題 我到第三個條件就再來說 好不好 是不是 啊 我把這個問題在哪裡 先提出來 如果忘了你提醒我 這個喔 這個是說 這句話很複雜 這句話是說 她呢 相信P呢 是有道理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她說她相信P有道理 可是不見得她能給出道理啊 我有道理相信一個事情 跟我能不能給出道理 是兩回事 是 那可是這樣這邊錯誤的就是啊 像以前的人認為 那個太陽繞地球轉是一樣的 不 那個問題是出現在這個條件 不在這個條件 對不對 那個問題是出在這個條件 因為太陽不需要地球嘛 其實就要太陽嘛 所以 所以你那個理子不好 是因為她的問題在這裡 不在這裡 但是 但是 你說 那她的意思應該是說 那個人應該不算知道她有沒有外遇 因為她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好 那如果這樣 這個就不是反例了 你就是這個傳統 這個理論的維護者 你就說 如果這樣 如果她相信自己太太沒有外遇 那她就不算有知識了 因為她沒有滿足這個條件嘛 所以她不能 你的直覺 如果你的解釋是對的話 你沒有搶作解言 你的解釋是對的 那麼 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她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她不算知道 對不對 對可以啊 這樣你就把這個 例子呢 就化解掉了 也可以這樣 但是 你們同意嗎 有沒有這種例子 就是說我知道 我太太是有外遇的 半夜十二點 男生打電話來 講到兩三點嘻呀 對我 兩 兩年來 對著我這個沒有好臉色 等等 沒差很漂亮 花枝招展 到外面去等等等等 各種證據 你說 我相信 不是我啦 你說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相信 她太太 那個人 知道她太太有外遇 可是她不相信 可不可能 不是如果那個人 一直打電話來 遮她老婆 就有外遇啦 對 所以她不是完全有理由去證明她 是 你的理由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她的理由呢 一定不夠充分 她一定這樣想的 雖然會有證據 可是這個證據還不能充分 她為什麼那麼人 很談公事嘛 同事聊天很有可能嘛 對不對 花枝招展 因為她最近覺得自己 自我感覺好一點 等等等 你有各種解釋 把她那個解釋掉了 那這樣就不是例子了 對 對就不是知道 對 但是我們現在講是情況不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 就如果那個例子像你剛才所說那樣 我同意她就不許反例了 但是我說 有沒有我剛才所說那種例子 可不可能呢 我請一個 譬如說 假設一個人 站在路上好了 然後他發現就是 天空一直 就是有水滴下來 他身體都濕了 然後他說 我可以證明現在在下雨 但是我可以 那他有何回自己 他自己告訴自己說 我並不能因為 我身上都濕了 然後天空有水滴下來 就證明他在下雨 說不定有一個人從很高的地方 把水滴下來 其實不是雨 就是有人滴的時候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一例一例就說 他連自己都覺得那個證據 不足以支持他的信念 那這個條件是問題了 對 那都不知道 沒錯 那這樣我沒有任何事情 是我可以證明的 因為我總是可以找出一些很奇怪的 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 你的問題 你後面那句話很重要 就是說 這個條件很難滿足 對 對對對 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有一些 有一些華裔主義者 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沒有辦法滿足嘛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總是有問題嘛 總是沒有知識嘛 就變這樣子 不過 那個例子跟他要說 那個沒有 跟我們要說的沒有關係 我們剛才說是說 有沒有可能 有知道 但是不imply believe 你說 我既然都用充分去 充分 你不要理我怎麼說嘛 你不要理這個嘛 你現在就你給一個例子來講 你想個狀況 你現在反對這個你知道嗎 你不要給他 你不要給他誤導你 你假定他把它蓋起來 我現在說 有沒有可能一個情形是這樣的 一個人 知道他太太 或者他先生好了 有外遇 但是呢 他卻不相信 可不可以 你卻不可以對不對 他不願意相信 自我欺騙可不可能 自欺可不可以 我自己騙自己 那種像是 就像那個 中古歐洲 他們就是有正式那個 獵殺禮物的 對對對 那時候就是 人們都相信有禮物 然後他們也列出了 所有禮物的特色 然後提起個性 然後 然後請很多鄰居來 對 但是那個 人的先生可能 還是不會搶家老婆的禮物 可是他知道 他老婆先禮物嗎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 他老婆先禮物的這種特色 對 但是他 問題是說 我們的例子是這樣的喔 要滿足這個 不滿足這個 你的例子不是這樣 可是他們當大人都認為 他們整個歐洲人都認為 沒關係 他先生呢 他先生也是 也都會相信 所以他先生是知道 但是不相信嗎 對啊 所以你同意這一點 他不願意相信 他不願意相信 其實 其實這裡 這裡喔 產生出一個問題 在探討什麼東西呢 剛剛那種例子 我們有種現在叫 self deception 我們騙自己嘛 自欺嘛 其實這個現在 滿有趣的其實 我們怎麼可以自己騙自己呢 對不對 可以自欺的話 像一種 真的有這種行為 你說 你先說 在自欺之前 你應該會 曾經相信過他 喔 所以你還要騙自己 自欺之前要先相信 你會先知道有這件事實 然後你才會再去欺騙自己 因為你不想去相信他 好沒關係 就算是這樣好了 就算是這樣好了 那 那 那也表示 知道可以imply 這個為假 曾經相信沒關係 我們說他 他就要運彈相信 所以所謂的相信 到底是一直相信 還是曾經相信 還是之類的 啊 好 對對 這個當然可以 但是你這個問題 比較好回答 我們就是要說 他如果 如果這個人 我們說他知道的話 我們就應該也能說他 他相信 如果只說他曾經相信 但是現在已經不再相信了 如果是這樣來講 我們就說 那這個就是反例 就是反例了 所以說我曾經 或者 剛剛我們顧其中裡面 那個男生或女生 他相信他的配偶 是沒有外語的 他可以這樣 但是後來 後來他 他 他 他就知道他有外語 但他還是不相信 就變成不相信 不 還是造詞維持 他本來不相信 相信他沒有外語 這個命題 不太一樣 他相信他沒有外語 但是他不相信他有外語 就不太一樣 但他不相信他有外語就是 他不相信他有外語 注意哦 他 他 不相信我有外語 跟他相信他沒有 他非批是不一樣 就 一個是他不相信這個 一個是相信非批嘛 這個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他不相信 有外語 所以 所以你直接覺得好像不太可能 對不對 你直接覺得好像是說 如果知道就印象belief 這裡 這個議題什麼呢 我把這個 這個解決家的一個想法 告訴大家 就是說 你看一下有沒有道理 因為要面臨剛剛那個困難 就是說 有些人 這個困難是這樣子的 這些困難很可能 跟下面那個例子 再舉出來的時候 第三項在說明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看第二條 可能會更清楚一些 不過有一些解決家 分成這兩種belief 就是說 什麼叫做 事實論上說 如果你知道 你就會相信 是指這種信念 什麼呢 就是說 我如果相信一個東西 是因為他 真的相信它 而不因為別的 就是說 我們相信的目的是因為 那個東西 真的我在相信 他們這樣來分析說 他說也許有另外一種 相信的這種狀態 相信這樣對我好過一點 心理上我比較舒服 對吧 所以這種情形呢 就不是這裡所說 這個belief的狀態了 所以他把這個belief的狀態呢 描述的更仔細一些 怎麼仔細呢 就是說 他說也許belief有不同的 有一類的相信 你之所以相信這樣 是因為你的psychological 可能你心理上 你好過 你比較舒服 你不會那麼痛苦 另外一種是說 我之所以相信這樣 因為他真的我才相信 假如就不相信 他是說 當我們在談 知道蕴含信念的相信的時候 這個相信是剛剛第二種 是指 我如果是真的相信 如果是假 我就不會相信 這種狀況 這個比例 可是這樣不太好吧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我可以把第二點畫掉吧 因為他是真的 我才會相信啊 所以第二點跟第一點 不是 我相信它為真 它不一定是真的 很重要 對 但是我是以為它為真 我才相信 但是相信為真 不一定 因為它是真嘛 所以我能夠相信 也 好 好 你說要真的相信才能相信 那如果真的相信 那如果真的相信 要不放那麼為真 就是到底怎樣去 那是不是真 就是你 好吧 我把真的這個副詞拿掉 他相信就好了 他相信就好了 對 他是 他是 他是因為那個為真 就相信 因為那個為假 他就不相信 這種訓練 是這種狀況的訓練 也就是說 我們在給出這個believe的時候呢 其實是指這種訓練 請說 對 他從早有點自以為 他很像 自以為他像 其實怎麼樣 其實 就是 他自以為了 真的只要發生的訓練 那沒關係 沒關係 我可以相信一個 我以為真的東西 其實它是假的 我們常常做這種事情嗎 這個可以 注意喔 所以那個還是他的知識嗎 不 還是他的信念 過不過程知識 還要看別的條件嘛 對 但是你要注意喔 我相信P 不會蘊含P喔 就是說 我不能說我相信P P是真的不會的 你相信的東西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假的 但是相信不保證你一定是真的嘛 不會 除非你是上帝嘛 所以 所以第二個believe呢 一般來講就有這個細微差別 就是剛剛因為self deception 這種例子 所以有些哲學家 有些特別多知識論的人 他就把這個believe這一塊呢 就說成是他要真的 他才相信 假的都是不會相信的 是這種believe 也許我們還有另外一種信念 這個信念狀態 跟這個真假沒有關係的 是跟我們 我們心理的狀態 其他的情況有關係 那這個 就是把它區分開來了 那接著也是 哲學思考的一種方式 就是說我碰到一個困難了 我碰到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看起來是有道理的 你的做法就是說 維持原來的說法 在那個狀況 他就不相信 或者不知道 對吧 你做法就是說 我這個分析才是對的 但是有一類結論家 似乎就被剛剛那種例子 所說服了 就像自欺這種例子 他說我可能知道 可是他真的不相信 那怎麼辦呢 他就去看 在那個例子當中 所說那個相信的狀態特點 然後他就區分說 其實他有個特點跟我們不一樣 他的相信狀態 不是易於真理的 不是為了真的才相信的 而且因為他這樣相信 對他自己覺得比較好 所以 所以他就把 還特別造一個字 來代替 believe這個字 叫acceptance 再接受 但是你這個不管 你們不許再上 你們不許再上 哲學基本問題嘛 就是我們把一個 把一個基本的 一些想法說起來就好了 不需要再往下面再分 就更多的術語 沒有必要的 不要說 所以這是一個說 believe就可以的 believe有這個問題 另外一種 believe這種狀態 很奇怪呢 就是說 哲學家會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怎麼數我們的believe 你相信很多事情嘛 對不對 可是你有多少個信念呢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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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說 我相信呢 風雲楼的自助餐呢 又貴又不好吃 假設我這樣 就是說 我相信風雲楼的自助餐是貴的 而且不好吃 那你說 我是有一個believe 兩個believe 我是相信 你相信兩件事喔 相信風雲楼的東西是貴的 自助餐的東西是不好吃的 就是 我們怎麼來數那個believe 結果家會問這個問題 那是一個東西嗎 因為他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會說 believe可能不是一個東西耶 它不是一種東西 幾個桌子 你可以數對不對 幾個黑板你可以數 幾個粉筆你可以數 幾個樹 搞不好你也可以數 但是幾個believe 你怎麼數呢 所以有一種說法 現在一種比較說法 就是說 believe是一個 心理狀態 或心靈狀態 是個mental state 這個mental state呢 它有一個特殊的 的說法 就是說 它是一個dispositional state 這要上來說明一下 它是傾向性 什麼傾向性 我稍微說明一下 傾向性的 它 它沒有想法是這樣的 我相信 洪遠軒的自助餐是好吃的 假設我相信這個 我想問一下 一年級的同學 知道什麼在洪遠軒嗎 還是知道嗎 洪遠軒的招牌已經沒有了 可是我們的自助餐在洪遠軒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顏色院二樓的自助餐 洪遠軒嘛 洪遠軒 以前有個名字叫洪遠軒 現在沒有了 所以這個 這個 洪遠軒就是我們 二樓那個自助餐 所以我們說 顏色二樓的自助餐 是不好吃的 那假設我相信這一點 我相信這一點 那我們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傾向性的 你有這個心理狀態 你有這個心靈狀態 什麼意思 有一種心靈狀態呢 其實它出現的時候你就有 不出現的時候你就沒有了 比如說 頭暈 頭暈出現你就頭暈了 頭暈不出現你就沒有了 你會不會說 我頭好暈好暈了 可是我一點都沒有感覺 很怪嘛對不對 就我頭暈頭暈 可是我沒有感覺 你沒有頭暈感覺 就是沒有頭暈啊 它出現你才有 它沒有出現你不會有 你就 它出現的時候 你在處於那個狀態 它沒有出現 你就沒有處於那個狀態 那個叫 Occurrent state 就是這種 呈現的心靈狀態 但有種心靈狀態 不是這種的 比如說相信 哎呀我們相信的東西太多了 我猜你會相信下面這個 這個命題 我猜你早就相信了 17181 是激素 對不對 你會相信這個吧 1718的激素大家相信吧 對吧 你從來沒有看過這句話啊 我相信你這輩子從來沒看過 如果真的相信你曾經看過這句話 很奇怪啊 但是 但是 你早就相信了 你不是說 老師你剛才講我才相信呢 你沒講之前我們不相信 不會吧 你昨天已經相信這句話了 所以奇怪啊 我處於這個心理狀態 這個心理狀態沒有呈現啊 這種心理狀態 我們就叫做 disposi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不需要你當下呈現 什麼叫做你相信 洪远軒的 洪远軒的 這個激素餐是不好吃呢 就是 當我問你洪远軒 激素餐好不好吃 你說不好 當你我說 你請我去一個好的激素餐廳 吃的時候 你不會請我去洪远軒 等等等等 就是 如果這樣這樣這樣 你就有這樣這樣的行為 如果這樣這樣這樣 你就有這樣這樣的行為 這種用條件方式來描述的 那個狀態 我們就叫dispositional的狀態 就是說 什麼叫做我相信A呢 它的形式是這樣的 如果PE 假設這樣 如果PE 這個QE 而且呢 如果PE 這個QE 等等等等 這一串條件句 所構成的就是 我相信洪远軒 激素餐是不好吃的 比如說 如果有人問我 洪远軒 激素餐好不好吃 我會說不好吃 如果你要請我去吃 一個好吃激素餐 我不會去洪远軒 我不會說我要去洪远軒 等等等等 這一串條件句加起來 就表示我相信 洪远軒 這就算是不好吃的 這個叫請相信的狀態 它不需要真的呈現才算 我問我一下 我相不相信 我過五分鐘之後 我忘了這個事情 我都不相信嗎 沒有 你總是在相信的 你總是在相信這個事情 雖然那個狀態 並沒有當下呈現 在你意識當中 但是你已經有這個心理狀態 你已經相信這個了 知識也一樣 請說 那個相信的過程 過程沒有關係 相信可能過程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腦袋裡面的生理上的東西 沒有關係 比如說像剛剛你說那個 洪远軒 你剛剛問我 他好不好吃 可是我不知道還有洪远軒 所以我本來不知道 所以你就不會有洪远軒 好不好吃這個信念 你就不會有 然後我做洪远軒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發現我吃過 然後我跟你說他還不錯 對 那這樣那個 對 那你就相信洪远軒是不錯的自助餐 對 但是呢 這樣怎麼樣 那那個相信到底算是相信 你的相信跟我的相信信念衝突 可是 我本來就覺得真的是很老 可是我不知道他叫 洪远軒 那沒有關係 那你就知道 你就相信 唉唷 這個故事更有趣了 你可以相信 超嚴是你愛慕對象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Clock是你愛慕對象 這個故事不好笑 因為超嚴 超嚴的那個女朋友叫Louis 是不是 但是Louis呢 不知道Clock是超嚴嘛 所以Louis是愛死超嚴的 可是他討厭Clock 所以沒有關係 我聽說洪远軒二樓的 有一個餐廳洪远軒的東西很難吃 可是洪远軒二樓的餐廳 非常好吃 可是我不知道 原來這兩個同一個餐廳 這是可以的啊 因為我們兩個人 相信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現在清楚了 所以我們談的是不同的belief 這樣會回答你的問題嗎 如果還有不清楚再問 好不好 對 但是過程的話呢 我們不管 我們現在說 你處於這麼一個狀態 你怎麼形成這個belief的 也許別人告訴你的 也許你去吃的等等等等 那不管 那個是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說 什麼叫做你相信一個東西 其實 相信是一種dispositional state 什麼叫dispositional呢 這個字看起來很學舊 但是我們常看到 比如說我說 我說這個方糖呢 可以融於水的 這瓢鹽可以融於水 可融於水 就是一個傾向性的性質 你看不到可融於水這個性質的 我說這個粉筆 是什麼呢 是白的 它其實是給你看到的喔 可是我說 這個粉筆是可碎的 你看到嗎 沒有看到 可是它有沒有這個性質 它有啊 什麼叫做它是可碎的 我捶它它就會斷啊 我壓它就會變粉啊 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它這樣 就會有那樣那樣那樣 如果你這樣這樣這樣 它就那樣那樣那樣 如果p1就p2 如果p2 p2就q1 如果p2就q2 這一串就表示 這一支粉筆是可碎的 所以它有兩種性質 一種性質是可以呈現給你看到的 就是它是白色的 一種性質它是可碎的 它不能呈現給你看到 那個性質 我們也叫它做dispositional property 它是傾向性的性質 我們的心靈狀態也是這樣 有一種狀態呢 是我當下的 比如說我口渴 我現在口很渴 那這個呢 就是我當下的 我呈現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 我還有一些性靈狀態 是不需要呈現的 我一直在擁有的 就要等我相信 比如說我是個教徒 我是一個基督教徒 我相信上帝存在 那我always 我做夢的時候 你沒有問題 我在做數學的時候 我還是先相信的 不是需要我意識到 它這個信念的內容 呈現在我意識當中 我才算相信 不需要這樣 但是白色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有趣 就是你看到白色這個 你可以看到 但你說你不看到 有沒有白色呢 唉呦 這個是另外一個結尊問題 如果你把白色 有人也把白色當作 傾向性的狀態 這個是白色為什麼呢 就是 你看到它的時候 你就有這種白色的經驗 我放在抽屜裡面 它還是白色的 你不是說 放在抽屜裡面 看它沒顏色嗎 只有一些結尊家 才會這樣說 有些結尊家說 沒有錯啊 放在抽屜裡面 就沒有顏色了 看到才算有嘛 不看到不算有 所以 所以不管 所以這個信念呢 是一種 Dispositional state 它不需要你真正呈現的 所以一個人 我怎麼數它呢 它不是一個 entity 它不是一個東西 它不是一個東西 它不是佔有什麼呢 佔有這個時間空間的這種東西 它是屬於某種 Mental entity 如果你要說 是一種屬於 心靈上的存在物 它不佔有空間 它是一個傾向性的狀態 那 關於belief這一點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在下面再解釋這個 justify belief 講完這個我們再來看 這個定義到底對不對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接下來解釋這個 這個什麼叫做 s justify belief in p justify in believing that p 這個